來,同學請看我這邊 好,來,同學這個符號叫做什麼? LOG LOG,對不對? 來,我可不可以問你,LOG是什麼東西? 測量等級的機器 你真是太棒了,100分,好不好? 來,同學,如果這裡我們丟一個正數進來 這個叫做8,對不對? 我用誰來測量它呢? 用2來測量它 你要測量一個東西,一定要有一個基準,對不對? 對吧? 這個2就是我們的base 就是我們的基準 就是我們的進級標準 用2來測量8這個數字的等級 你告訴我,它的等級是幾等? 3 3等 為什麼是3等? 因為呢,2的3次方會等於多少? 8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這種等級的寫法 它可以切換成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2的3次方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8,對不對? 2的3次方等於8,你就知道 8用2來看它的等級是3等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來,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就請你寫在課本空白的地方 來,今天的第一個主題 我們要來估計 來,LOG2 2什麼東西呢? 它的記事 寫在你課本空白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我們這堂課要做的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一個人要隆重登場 這個人叫LOG2 我們要用一些 就是怎麼講? 其實就是計算機啦 我們這個等一下會用計算機齁 但是因為你們的電腦好像沒有網路 所以沒有辦法示範給同學看 但是這個是按計算機 去估計LOG2的什麼值呢? 它的近視值 好,那我這邊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齁 你知道LOG2對不對? 同學,LOG2就是要估計誰的等級 2的等級 可是它這裡沒有寫它的那個進級的標準 請問你 如果進級的標準沒有寫出來 代表它的進級標準是多少 這個叫什麼對數? 這個叫常用對數 你知道我意思齁 所以同學你要知道 這個LOG2 其實如果你寫出它真正的樣子 它應該長什麼樣? 它應該是LOG以誰為頂? 以10為頂2的對數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齁 要來看這個數字是多少 好,那現在那個 我不知道它是誰嗎? 我不知道 我令它叫做x 哈囉 跟著我一起寫齁 我令它叫做x 我現在把它寫成另外一個形態 LOG以10為頂2的對數叫做x 另外一個寫法就代表10的幾次方? 10的x次方應該要等於多長? 是不是應該要等於2 對不對? 這個寫法就是這個寫法 我要問你10的幾次方會等於2 這個幾次方就是我們感興趣的東西 跟著我一起寫齁 我會害你齁 我慢慢教 把它講清楚 好 那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10的幾次方會是2呢? 我們現在齁先來用猜的 來,我用猜的喔 來,請問同學 10的0次方是多長? 對,10的0次方是1 來,你把它寫上去 10的0次方是1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請問你 10的1次方是多長? 10的1次方是10 好 那你現在應該有一點感覺喔 有什麼感覺呢? 同學2這個數字比誰大? 比1大 比10小 所以現在我們就把這個傢伙把它插進去 來 10的x次方 這邊應該會等於2 對不對? 所以現在同學你應該已經看出來囉 這個x一定是在誰跟誰之間? 0到1 對,0到1之間 你仔細看喔 10的0次方是1 10的1次方是10 那到底10的幾次方會是2呢? 這個x一定會在0跟1之間 因為這個就有點像那個夾心頂幹有沒有 就是那個30字嘛 這個人被夾在這兩個人中間 所以這個x呢 一定在0跟1之間 你現在知道這個x是0點多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來,我們把它寫上去喔 所以從這裡我們就發現 原來這個x是0點多 它比0大 比誰小? 比1小 可是你說老子 0點多 這個範圍也太大了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找更精確一點? 那很簡單 國中有學十分逼進法 我們現在把0到1把它切成幾段? 10段 對不對?把它切成10段 我們去找它更精確的一個範圍齁 好,那你告訴我 如果要找更精確的範圍 來,這裡是10的0次方 這個是1 你告訴我 切10段 那你接下來應該要找10的幾次方 欸,0跟1切10段耶 那你下一個應該要找10的幾次方 對,0.1次方 來,寫上去 10的0.1次方 然後還要找10的幾次方 然後還要找10的幾次方 對,0.2次方 那你不知道? 然後還有10的幾次方 0.3 這要十分逼進法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再寫一個 10的幾次方 0.4次方 那我不想你寫了 可以嗎? 應該要寫接下來10的0.5 10的0.6 到10的0.9 然後再到10的1次方 總共把它切成10段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 這個接下來這個太瘋狂了吧 欸,同學問你喔 10的0.1次方怎麼算? 你當然不會算喔 所以這個時候誰要登場 計算機 對,計算機要登場 可是同學你有沒有計算機 你沒有 所以我這裡要鄭重呼籲 就是學校可以趕快買計算機給同學 這樣好不好? 我跟你講這真的是按計算機來的 來,我現在告訴你喔 這個按出來的結果 來,你把它寫上去 10的0.1次方 它的值大概 來,大概 這只是一個金式值而已 它的值大概是 1.2589 來,寫上去 1.2589 這樣可以嗎? 來,我等你喔 你跟著寫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用手算 至少目前應該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按計算機 好不好 1.2589 然後10的0.2次方 如果你看計算機 它算出來的結果 大約是1.5849 來,1.5849 這樣可以喔 那10的0.3次方 按計算機 按出來是1.9953 哇哦! 好,已經很接近2囉 1.9 1.9953 這樣好不好 好,那10的0.4次方呢 如果你按計算機的話 按到這裡你會發現 大概已經比2大 叫做2.519 2.519 好,我們給同學一點時間 請注意 這個橘色粉筆的部分 不是用手算的 是按計算機來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好 然後現在我可不可以問同學一件事情 請問你喔 2被夾在誰跟誰之間? 1.3跟1.5 不是啦 這個2你看啊 這個2就會被夾在1.9953跟2.519之間 對不對,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所以你這裡再把它插入 來,把它插入 你發現 哦,原來10的x次方 等於2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2被夾在 這兩個數字中間的某個地方 所以你現在對這個x更了解喔 剛才你只知道這個x在0跟1之間 可是從這個地方你看得出來 這個x其實在誰跟誰之間 你為什麼這時候不理我呢? 來,我現在再問一次 剛才我們這裡做一個粗略的估計嘛 你看得出來這個x在0跟1之間 它是0點多 可是我們現在把它分得更細一點 請你告訴我 這個x你現在看得出來 它在誰跟誰之間 0.3到0.4之間 是不是很棒 對不對 分清楚了嗎? OK喔 所以現在來 我們寫上去喔 我們發現這個x 大於多少 0.3 小微多少 0.4 這樣可以嗎? 這樣OK喔 好,那我問你喔 如果到小數點底下第一位 你還不滿足 那請問你接下來應該怎麼做? 計算機 對,計算機 但是你計算機應該要怎麼按呢? 來,10到0.3次方 我再寫一次喔 0.3次方 我們剛才按了計算機 出來是1.9953 來,1.9953 差不多了喔 然後10的0.4次方已經超過了 所以你現在要把0.3跟0.4 再把它兜兜兜兜兜兜 分成幾段? 十段 所以請你告訴我 如果分成十段 用十分逼進法 接下來你應該要按計算機 是要按10的幾次方? 0.3 對 0.3 你怎麼知道什麼意思? 再往 繼續切啊 切得再細一點嘛 好,那你如果真的去按了計算機呢 10的0.3一次方喔 我看一下喔 10的0.3一次方是2.0417 好,來,寫上去喔 2.0417 OK 我做到這邊其實就可以了 來,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要的那個誰? 10到x次方 等於2 是不是 又可以發現它被夾在這裡 所以現在我們又得到更進一步的結論 你告訴我 這個x啊 到底被夾在誰跟誰之間? 1.653跟2.20 不對 我跟妳說這樣 這樣說對了 來 這個2被夾在這兩個數字之間 所以x被夾在誰之間? 0.3跟0.31之間 就是0.30 0.30 然後跟0.多少? 0.31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現在已經精確到小數點底下第二位 那你如果說 老師那我要更精確呢? 那怎麼辦? 再切 再切 一直不斷的切 你是不是可以得到 它越來越精確的一個答案? 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個想法非常簡單 好 那這裡我要跟同學講一個小小的數學故事喔 導演你知道對數的發明者是誰嗎? 那一天昨天不是才給你們看那個影片嗎? 那比爾對不對? 欸 我跟你講這個傢伙是個了不起的男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問你喔 他那個年代啊 在他活著的那個年代有沒有計算機這種東西? 沒有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應該要問一個問題 那請問那個時候 他那個LOG2是怎麼算出來的? 他怎麼知道死的幾次方式2? 他那時候沒有計算機喔 完全沒有計算機這種東西 計算機是在20世紀以後才發明的喔 他活著那時候是沒有計算機的 他用手用一些數學方法 塗法煉鋼把這些東西算出來 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喔 我們現在是按計算機 你懂喔 因為有計算機的發明 我們透過計算機去算 可是那個時候他可能沒有計算機這東西 所以這是個了不起的男人喔 他花了好幾十年的時間喔 去做這個東西 真的很不簡單喔 我這裡要寫一個key 這個key非常重要 寫在課本空白的地方 來我這裡寫一個key 有兩個 有兩個 紅色的粉底你們會反光嗎 應該要來齁齁齁 有兩個nb 認識 凍